主料,虾仁500克,主量,油,盐,胡椒粉,奇妙酱,花生酱,烈奶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将买回来的虾仁清洗干净,然后用厨房用纸洗干水分,将虾仁用刀的鸭扁成香蕉,然后用适量的盐,胡椒粉拌均匀,取两勺奇妙酱,和一勺花生酱半勺烈奶,拌均匀,拌均匀的花生奇妙酱, 晒干的糯米饭放入烧开的油锅里,炸香脆,烙起粒干油粉,戴上一次性的手套,将调好味道的虾将挤成圆球,放入烧开的油锅炸熟,炸好的脆米,将炸好的虾球烙起,将虾球表面裹上奇妙酱,然后放入脆米上,让虾球表面均匀和上脆米,这款脆米虾球做法特别,酥脆的糯米粒,包裹着那香爽口的虾球, 要来家庭宴客一定很上当次,烹剑技巧,无需技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